很多事情 如果是用科學的角度 來去印證一個信仰的問題 通常不會讓所有人得到滿意的答案 那星雲法師 你看燒出這麼多的色粒子 而且這個色粒子 根本就是陶瓷狀的 亮晶晶的 哇那個大珍珠小珍珠一堆 甚至還紅色黑色 黃色藍色綠色 就跟你講說這很多的色粒子 你不能單單用一個結石來解釋 我說實在話對不對 現在吳建興就是那個高雄長庚的 那個他的醫療團隊有沒有 他就出來講嘛 星雲法師在生前的時候 做過電腦斷層 做過很多的那個檢查 有沒有他體內沒有結石 也沒有什麼軟組織 概化的問題 所以這些根本就不可能 對不對 那可是星雲大師 為什麼在他生前的時候 曾經就一直在強調說 我死後沒色粒子 因為說什麼 像金剛經裡面講的 若以色見我 以陰生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其實啊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玉佛經裡面有講 其實什麼叫做色粒子 色粒子是佛陀留下來 當初他留下來的一些遺骨 那我們也講說實在話 為什麼這個這個 圖皮之後 會燒出這麼多大量的色粒子 其實從佛教的觀點來看 他的觀點是說 這個是因為這個高僧有沒有 他經過的戒定會三修的修為很高 而且他的功德昭著 所以才能夠燒出這麼多的色粒 當初我的師父聖賢法師聽說啦 他過世的時候 他也燒出很多的色粒子 而且也是一包 也是那五彩色粒 可是因為他生前有講過說 不減堅固子 堅固子就是色粒子 所以他那個那個色粒子 大家都不敢減嘛 對不對 而且他告訴你說 不矚目不立碑 就是說真的 你不要去追求那種真的實相 你要追求是往心求 佛教一直告訴你要往心求嘛 對不對 像你看佛祖這麼多 一彈六斗的那個色粒子 一彈六斗 你知道多少 對不對 所以說八萬多顆 對啊 那個說實在 這個如果是結石的話 我說真的 那真的在裡面 直接倒不吃 對不對 好啦 那為什麼很多 我剛才提到說 為什麼燒出色粒子 通常都是高僧 對不對 絕大多數都是高僧 包括你看 我們以前常常講的 映光大師 虛雲老和尚 對不對 廣青老和尚 微絕法師 還有聖言法師 都有燒出色粒子 為什麼 其實他們就是 因為他修為很夠 而且說實在 他們從一開始 人生就充滿了 處處充滿了神機啊 對不對 我又講說介紹這個 叫廣青老和尚 這個土層的成天 成天蠢 是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他的綽號叫做水溝塞 貴心塞 為什麼 他一輩子出家 就只吃水果 只吃水果 才會心 對 而且你知道他為什麼只吃水果 他其實在大陸在福福福福建的時候 他常常在他的廟後面 那時候成天士 他在後面就找了一個一個那個山洞 他常常在裡面進行修圍 那他吃什麼 就在山裡面把野菜 甚至連那個樹葉 嫩芽嫩汁 拿來補 你知道嗎 他吃那種東西 有一次山裡面就一群迷猴 就一直看著他就一直在笑 那迷猴會攻擊人 可是那迷猴看他廣青老和尚 不僅沒有說一直在笑他 嘰嘰嘰一直笑 好像在笑說 這個野菜怎麼這麼傻對不對 水果不是比較好吃 你去摩摩菜那有什麼意思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嗎 隔天他發現他等下打坐山洞外面 一堆水果你知道 迷猴拔水果來叫他吃這個啦 迷猴主動拔水果給他吃喔 不要這樣傻傻嘰嘰嘰吃 那不好吃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廣青老和尚還有一件事情 很值得人家探討 他五十年來 他沒有躺平睡覺過 沒有躺平睡覺過 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大概在四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一直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比較年輕力壯 因為他以前 因為他不識字 所以他你知道 他在廟寺廟裡面都做一些打雜 人家不願意做的工作 他有一次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是晚了五分鐘起床打驚 早上不是要打 叫那個和尚起床 對不對 可是他晚了五分鐘 整個寺廟裡面六百多個人 我晚了五分鐘就 晚了三千多分鐘 所以他說你看 這個是對不起大家 你知道他竟然跪在地上 跟六百個生侶 每一個都跟他下跪道歉 從此他就講說 我要練一個功夫 我絕對不睡覺 即使睡覺了也要站著睡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是站著睡 站著睡覺 到後來他年紀大了之後 幾下受不了的時候 他才開始坐在他那個椅子上 所以後來你看他後來晚年年紀大的時候 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常常坐在他那個椅子上 那個蒲團上面 那個竹椅上面 就坐在那裡 連最後他員級的時候 就是坐在那個地方走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真的是很厲害 好啦 那他那時候還是還有一個一個故事 就是說他在山中裡面 他在打修行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時候就有一天 突然間有一隻老虎 跑到那山中 對著他就大吼一聲 你知道嗎 那廣心老虎一嚇到 你要來吃嗎 他就跟那個老虎講說 上輩子的因果 我可能是對你做了什麼傷害 你這輩子要吃我可以 可是我是希望說 你讓我坐下來幫你超渡 否則下輩子我還來報復你 暈暈相報何時了 跟老虎講話 其實老虎又聽了 就聽他念經念完說 好我幫你超渡完了 你下輩子可以去一個過一個好人家 對不對 隔天更誇張 不僅這個老虎回來 連他的虎太太跟虎小孩 都一起帶過來 所以只要每次廣心老和尚 在山洞裡面念經的時候 那這次老虎就站 蹲在門口幫他守護這樣 而且你知道嗎 他常常在洞裡山洞裡面打坐 禪定 最高紀錄 竟然有四十天不吃不喝 四十天不吃不喝 因為他是屬於苦行僧嘛 所以你看每天他都要出來拔野菜 拔什麼樹葉 要沖雞啊 對不對 可是那天就連續好幾天 那個山上砍柴的蕎夫 欸 這幾天都沒出來 很久了耶 那到底是怎麼了 還是離開了 就跑去山洞看一下 因為坐在裡面 人家就覺得 哇 啊是不是不開了 因為一摸真的沒有呼吸 所以他就很奇怪 哇他們就想說 這個老和尚以前也常常遇到 我們就幫他丟一堆柴火 把他燒掉算了 哪知道那個時候他就回去 就是跟那個成天禪寺的那個住室講 那個住室那時候 剛好遇到弘一大師李福童有沒有 那時候剛好在福建那邊宣講佛法 他一聽說不行不行 快點帶我們去那個山洞 他說他是禪定耶 不是走了 你不要人還活活的把他拿去燒掉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那個弘一大師 就在他上面山壇子啊 壇了山下之後 那個什麼廣經老和尚真的是眼睛睜開了 原來他禪定竟然能夠四十天不吃不喝 你看這是不是修為很深啊 真的一般人怎麼做得到啊 後來他來臺灣之後 他就掛單在那個法華寺嘛 對不對 你知道他住在那邊人家就跟他說 你真的要住在那裡 出家人就很緊張 你真的有一個人 你真的要住在那裡 他說有什麼問題嗎 他說跟你講這個廟很奇怪喔 晚上的話那個門窗會自動開開關關耶 而且很多在裡面飛來飛去 廣經老和尚說沒關係啊 反正出家人嘛 他就看一看之後 他就出來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去把那個後面那個廂房下面的榻榻米翻開 下面有兩個骨骸 後面的療房裡面也打開 也下面有個骨骸 為什麼 那就是日據時代那個被日本殺害 被埋在那下面 所以就是因為他被埋在那裡 覺得不甘心 所以才會出來作亂 我幫他們超渡超渡完就沒事 果然廣經老和尚就在那邊掀開 他看到那個骨骸抬出來的時候 他在那邊幫他夜渡這些日本鬼有沒有 結果他們的那個徒弟還真的找到了 對 找到骨骸 而且講得很清楚 在哪個廂房的榻榻米下面 後面的療房哪個榻榻米下面 果然去掀開都看到他講的那個骨骸 對 把他抬出來之後 他就在那邊做法之後 果然過了幾天之後 很多人就想說 你怎麼住在裡面你都不怕嗎 他說我的超渡完啊 怎麼在怕什麼對不對 後來他們進去住之後 這個法華寺裡面真的沒有從此 就沒有在那種門開開關關的靈異事件